大家好 我是神Jessica 大家都很想知道2020年的健康 財運 事業 甚至愛情會發生什麼 射手座 今年你發覺你有了新和很清晰的目標 是你脫變的好機會 所以一定要把握目標 然後事業方面 不要因為有挫折而放棄 你要知道只有堅持和不停的進步才會令你容易成功 今年會多了泵波 亦多了機會 小心小人的影響 不過始終不用爬 因為真金不怕紅爐火 到財運方面 下半年的偏財運是不錯 可以靠親人或朋友的幫助 令自己賺更多錢 到房屋 汽車那邊 可能多了支出 就會令自己有少許吃力 要量力而為 而愛情方面 不要貪心忘舊 控制一向自己喜歡新鮮感的壞習慣 今年有機會會添丁 所以會令到如果你結婚 令到你的家庭更加幸福 下半年前有機會會主動和你示好 不過你要理性分析大家的可能性 讀健康方面 小心因為運動而受傷 如果身體有些小問題 不要輕視要及早痕疑 不要長時間低頭 因為今年容易會有頸椎問題 還有要減少吸煙 因為今年容易會有呼吸問題 魔蠍座會發生甚麼呢 就是不要因為自己過份的保守 影響到自己的機會 事業方面 你發覺五月和六月就不要因為太固執 應該聽多些人的意見就對你有幫助 還有你要知道就是人際關係越好 你就越多貴人幫助 所以很多時候做事就要按部就班 還要低調些去處理 到財運方面 你發覺下半年的財運就會較上半年好 而十月有些偏財運 不過小心因為小人而令你破財 所以要小心為上策 還有避免因為過度的交際應酬 而令自己超出了一些預算 到愛情方面 單身的你 你有機會今年會脫單 如果你已經有另一半 就小心三角關係 上半年的桃花就會比下半年更好 不過都要主動出擊 而如果你有另一半 千萬不要因為外界的引誘 和多一些溝通好 和保持良好的關係 和自己的伴侶 到健康方面 會因為很忙的工作 影響到自己的身體 也會因為工作太大壓力 影響到自己的睡眠質素 容易會有頭痛 和身體免疫力你發覺差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 不要因為一些問題 去影響到自己的情緒 搭配偶 去面對